汉高祖刘邦的正妻吕厚是中国第一个独揽国家大权的女人 吕厚可以说兼有武则天和慈禧的作品 因为她在儿子惠帝在位期间整整七年都和慈禧一样垂怜听政 等到惠帝去世她就与武则天一样直接操纵朝政法律 司马迁对吕厚的评价是为人刚毅 胡佐刘邦平定天下 诛杀功臣 吕厚处理最大人 这里显示出了吕厚心狠手辣的本色 因此在人们印象中 吕厚就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恶毒的女人 那么早年的吕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吕厚与刘邦的千里姻缘又是如何促长的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吕厚出价 吕厚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独特的人物 首先他是中国母后临朝的创始人 在中国皇帝地位的继承问题上 从来没有过母后临朝 吕厚是创始者 而且对后代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今天一提起来中国古代的三大女主 汉代的吕厚 唐代的吴泽天 清代的慈禧 其实吕厚是开创者 但是我们大家关注的所知道的吕厚 往往是他后期 比较残暴 比较凶残的吕厚 吕厚的年轻时代 他的早年是个什么样子呢 他的婚姻状况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对我们全面的了解吕厚 非常必要 吕厚的原名叫吕志 我们称他为吕厚 是他在刘邦做了皇帝以后 他被封为皇后 我们才称他为吕厚 他原名叫吕志 他的父亲叫吕公 历史上没有记载吕公的其他的更详细的东西 只知道吕公是善妇县人 善妇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善县 吕公有四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长子吕则 四子吕侍侄 长女吕志 四女吕婿 本来这个吕公一家呢 是住在善妇县 没有在刘邦生活的配县 但是后来 这个吕公他家里边在善妇县 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有了仇人 为了避仇 吕公就带着他的全家 从善妇县 来到了配县 投奔了当地的一个县令 因为这个当地的一个县令 是吕公的一个好朋友 刚来到时候就住在这个县令的家里边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感觉这个配县不错 他就把这个家 并居在配县 吕公刚到配县县令家客聚的时候 在那当时 成了县里的一个大事情 因为县令家里头来了贵客 很多人都要来凑个热闹 县令就举行了一个大型的酒宴 这个酒宴因为参加的是当地的官员 还有一些豪生来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酒宴呢就做了个规定 当然这个喝酒呢不是白喝的 要拿钱的 说拿钱 够一千的到堂上喝 不到一千的在堂下喝 刘邦这个时候呢 也来了 不过刘邦这个时候是个四水亭长 所以刘邦呢 没带一个子就来了 到这以后 他就报了一句话 说四水亭长刘济 赫钱万 刘济是刘邦在他的原名 他原名就姓刘明济 就是他是家里排行比较靠后的 实际上这个赫钱万这个数目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而实际上刘邦是赢钱没拿 当时负责在这个宴会上 收钱的人 就是后来刘邦手下三劫之一的萧和 萧和负责收钱 刘邦就来了一个赫钱万 很明显 刘邦这是谎言 刘邦这一次来喝酒 之所以敢说谎话 我觉得至少有两点他把握住了 第一 刘邦这个时候虽然只做一个四水亭长 官知很小 但是他对这个县里的这些官员 他从来不放在眼里 他认为他们是庸才 不行 不如自己 所以他敢于分开撒海 第二个 收钱的人是萧和 萧和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 本来萧和的在县里的职位比他高 但是萧和平时对刘邦特别照顾 刘邦未做庭长之前 萧和对刘邦就很照顾 做了庭长以后 对他就更加照顾 比如说 刘邦作为庭长来说 有一项职责 就是他需要 押送一些服劳仪的人 到秦朝的都城 咸阳去 这是一个苦差事 这个刘邦出这个远门的时候 县里的人都送一点钱给他 萧和比一般人 一般都要多送差不多一倍的钱给他 所以因为是萧和在收这个钱 所以刘邦尽管放心大胆的说谎 萧和肯定不会揭穿他的底牌 当然萧和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史书没有记载 我想大概恐怕有两点原因 一 萧和对刘邦的器重 这是一点原因 另一点原因 萧和对刘邦 也是一种安抚 因为像刘邦这种人 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在官场中间 他也是那种很能折腾的人 所以他对他来 表示的格外友好 刘邦当四水警长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到处混吃混喝的人 连县长宴请会客的酒宴 他都不放 这显示出了刘邦声性大胆咧咧 人而好 他身边的人也好像都习惯了他这种行为 都见怪不怪 可是刘邦的这种气质 却引起了这次宴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的关注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又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刘邦呢 刘邦的贺强万 这个数字啊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这个话一张口 就引起来了 这一次酒宴中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吕后 吕后当时叫吕志 吕志的父亲 引起了吕工的惊讶 因为从规定上看 这次酒宴规定 满一千的就算贵客了 刘邦出的手 报的数是一万 远远超过了规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从来的人来看 来的人比刘邦有钱的要多 比刘邦职位高的人也很多 都没有拿那么多 刘邦一出手一万 这也是不得了的 第三我们从收入上看 秦代的县令 他一年的年份 也不过是几千钱 一个秦长 他一年的收入 也就是上千 可是刘邦来的张口 就是贺强万 所以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我们中国历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 说这个说谎的人 叫大言不禅 这个贺强万 是大言 大言 大言 展示的是说谎人的胆量 没有胆的人是不敢说谎的 所以这个话一出口 史书记载 这个吕公 有一个反应 吕公 大惊 其 营之门 这个数字一爆出来以后 吕志的附近 吕公 第一个反应是大惊 非常震惊 吕公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听到这个话以后 一是惊 二是起 三是赢 而且一直赢到门口 吕公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他欣赏的是刘邦的胆量 根据一般人的常识都知道 这不可能拿一万块钱来 他欣赏的是他的胆量 同时 他还欣赏 在这个说谎的胆量后面 所包含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素质 政治家在某些场合 他需要作秀 所以 能够大言 这不但是 显示了刘邦的胆量 而且显 展示了刘邦 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种潜在的素质 这是吕 吕公非常欣赏的 一般说谎的人 说了谎言 他就心虚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 现代西方 他有一种策谎仪 测谎仪 为什么能测出你说谎呢 因为你说了谎话以后 你心虚 你心虚带来一系列的生理上的变化 根据这个变化 可以测定出来 你是不是说谎了 我们说 拿现在测谎仪 测刘邦的贺钱万 绝对测不出来 因为他早已经习惯于这种 习惯于这种东西了 他成了一个惯性 所以吕公恰恰是看出来了这一点 大言 我们再讲那个不惭 刘邦是一个字没拿 说了个贺钱万 来到堂上 史书记载 刘邦有两个动作 一个 到了堂上以后 他就做了个上席 挑了一个最尊贵的位置 坐下来了 那理由是我比你拿的钱多 我该坐这个位置 第二 在整个酒宴之上 史书还记载了四个字 叫侠辱逐客 也就是在酒宴中间 刘邦不但没有赶到心虚 而且呢 他还谈笑风生 拿着周围的人开涮 拿人家开玩笑 好像 请客是他请的客 买单是他做的东 这一点更不容易 大言已经就不容易了 不惭就更难 刘邦恰恰是既做到了大言 又做到了不惭 所以 让吕公是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这是个 是个是个潜在的苗子 稍加雕琢的话 将来能成大器 所以吕公很欣赏他 刘邦的一席大话 引起了县长贵宾吕公的关注 其实刘邦只想说个谎 站个好位置或个办事 可是他出谎之后 面不改色 心不照的气势 得到了吕公的惊赏 这时候非常了解刘邦的 萧和害怕 如果谎言被县长的贵宾 吕公戳穿了 那么刘邦就真的 可是吃不了兜着兜 于是萧和赶紧跟吕公解释说 刘邦爱说大话 很少能够办成事 您别把他带当回事 但是吕公却不为之此 那么吕公为什么 如此看重刘邦呢 在吕公的眼里 刘邦究竟有哪些 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吕公还有一个爱好 吕公这个人爱相面 他特别欣赏迷信这个相面 他一看刘邦 不得了 高祖为人 龙准而龙颜 美须染 说刘邦这个人长相怎么样呢 龙准是鼻梁高 这当然很漂亮 龙颜是说他这个上额比较突出 美虚然是胡子长得很漂亮 所以吕公又发现 刘邦这个人不但有胆量 有一种潜在的政治家的素质 而且这个人 这面相非常好 一看将来就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 不是一看 就是一个穷命像 所以吕公啊 一看这 就是爱不失手了 就开始给刘邦使眼色 让刘邦久后留下了标子 刘邦当然很机灵啊 看到吕公使眼色 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他已经理解 县令这个贵客 对他挺感兴趣的 他就一直留下来 留到最后 酒宴完了 客人都走了 吕公就开这个六邦说了 他说我一生看了无数人的项面 唯独你的面相是最好 他说我有一个女儿 上位出阁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把我的女儿许给你 这个话一说 刘邦当然是乐不可知啊 本来这个酒就是混的 这不但混了一个酒 而且又混了一个老婆 而且我们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刘邦这时候多大 刘邦这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了 我们后面有一个推算 按照我的估算来说的话来 就这个时候刘邦应当是四十三岁 四十三岁左右的四水亭长 还没有妻子 人家白送给他一顿酒 还白赏给他一个妻子 那刘邦当然很高兴啊 说这个顿酒没白喝 吕公 许诺了这封亲事以后回去 他的夫人马上就提了反对 他夫人说 说了两点 他说第一 你一直说你那个女儿是一个富贵相 一定要嫁一个贵人 你怎么能今天许给那一个 那个四水亭长刘继呢 这是第一个不同意 第二个 沛县的县令是你老朋友啊 对你多好啊 咱们家在善富县待不住 跑到沛县来 人家全部招待的 县令为他的儿子求婚 你都不答应 你现在许给一个这么大年龄的 一个四水亭长 他夫人不同意 但是这个吕家呢 实际上是吕公做主 吕公就对他的妻子说 此非儿女子所知也 这个儿女子啊 要翻成今天的话呢 就不大好听了 这个有点类似我们说那个老娘们 这事不是你们那些老娘们 所知道的 吕公答应了这场婚事以后 吕公的母亲 这个妻子 吕公的妻子 表示了一种强烈的反对 而他们的女儿吕志 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就答应了 这是一桩什么婚姻呢 双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刘邦是在什么年龄的时候结婚的 史书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 刘邦生子的时候 是46岁 他46岁得了一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刘盈 而且在刘邦这个儿子的上面 他前面还有一个女儿 就是汉惠帝的姐姐 鲁元公主 鲁元公主的出生年龄 我们大致上给推定 是在惠帝出生前两年 如果这样来推定的话 那么刘邦就是44岁 得到了他的女儿 如果说刘邦是在婚后一年 生下女儿的话 那么刘邦的结婚年龄 大体上来说 就应当是在43岁的时候 吕智这个时候是多大年龄呢 史书也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件事实上 做一个推定 第一 当吕智的母亲提出反对的时候 吕智的母亲提了一个很 强有力的一个对比 吕智的母亲提了反对的一个理由 是 佩宪的宪令 向吕工求婚 吕工没有答应 佩宪的宪令 地位很高 社会身份也很高 他向 吕工 求婚 这就说明 吕智属于正常出格 而不是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的情况 而且吕后的母亲也反对 吕智的母亲反对 如果说是自己的女儿长期没有出嫁 成为母亲的一个心病的话 那么他早就同意这个婚事了 他不同意 也说明吕智属于正常出格 所以从宪令求婚 吕母的反对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吕智属于正常出格 作为正常出格的汉代的女子 她的年龄不应当超过20岁 而这个时候 刘邦的年龄是43岁左右 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子 嫁给了一个43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身份也不过是一个似水亭长 吕智就完全遵从了父命 这说明吕智在未出格之前 她是一个温顺听话的姑娘 这次酒宴后 温顺的吕智 亲从了父亲安排 嫁给了刘邦 这对大人不惭的刘邦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如果说刘邦的年纪大一些 吕智也能勉强接受的话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刘邦在娶他之前 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吕智面对这个见识的时候 他又是如何做的呢 吕智 嫁到刘邦家里以后 一嫁到刘家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刘邦在婚前有一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呢 这个儿子这个叫刘肥 刘邦后来是八个儿子 他给吕智生的 我们叫嫡长子 就是刘盈 但是吕智嫁给刘邦之前 他还有一个树长子叫刘肥 这个刘肥是怎么来的呢 史记给汉书有记载 史记的祈祷惠王世家 说祈母外夫也 岳曹氏 汉书的高五王传记载说 祈母高祖威时外夫也 这两段记载稍有差别 这个提供两个信息 第一 外夫所生 什么叫外夫 就是不是没有这个婚姻关系的 简单来说吧 外遇之父 外遇之父生的 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 他的母亲姓曹 所以叫曹氏 这可是给年轻的吕智出了个大难题 不到二十岁的姑娘 嫁到人家家里 首先面临的是人家有了一个儿子 这更说明吕智的做姑娘时候 他那个温顺听话 这个一般是很难接受的 这下面就带来了一两串的问题 这个刘肥 是什么时候生出来 我们现在根据史书记载 只知道 刘邦这个树长子刘肥 比他的地长子刘盈 要年长 这个无论是生得早也罢 生了晚也罢 都有麻烦 生了早 是个大儿子 你想想 如果是个大儿子 这吕智还不到二十岁 一嫁到刘邦家里 都面对一个大儿子 这关系很难处 大儿子他难遇培养感情 如果生的晚上小儿子 小儿子有小儿子的麻烦 你的照养他 你的照顾他 抚养他 那也是数不清的麻烦 这是第一 而且第二年 吕智就生了 自己的亲儿子 这又带来麻烦了 一个是亲生的儿子 一个是非亲生的儿子 这就面临着一个 这个做计谋 能不能把一碗水 端平的问题 这是非常困难的 有过这个阅历 你就会想象到 那个亲生的 你恐怕看着什么都是好的 确定也是好的 非亲生的 总是觉得有一些别人 所以这个吕智 嫁到刘邦家里以后 他未出嫁之前 他很简单 他就是个姑娘 是个女儿 作为女儿来说 他只要听话温顺就行了 但是嫁到刘家就很麻烦 作为继母 而且这个刘肥 是在谁家长大的 现在说法不一 有人说 这个刘肥出生以后 是寄养在曹姓女子家长大的 这个没有史实根据 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就在刘家长大的 无论是寄养在曹姓家 或者是在刘家 他都有麻烦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吕智给刘肥的关系问题上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风波 就是我们 起码史书中间没有记载 吕智怎么虐待他 他那个非亲生的儿子刘肥 没有这种记载 所以应当说 这个关系来 这个还是比较融洽的 如果说我们前面讲 下面成亲 我们看到 作为女儿的吕智 吕智是温顺听话的乖孩子 作为继母的吕智 是个善良 贤惠的后面 这两个角色 都说他完成的 应当说完成的都不错 而且史书还记载 吕智嫁到刘家以后啊 带着两个孩子去种田 到地里去干活 当时来了一个老先生 一个老人 向吕后来要水喝 吕后来不但给了他水喝 而且给了他食物吃 这个老先生很高兴 吃饱了喝足了 就开始给吕智相面 他说夫人呢 可是个贵人之相 这一说了 吕智也很相信这个相面 就赶快把他的儿子拿过来 叫这个老人看 老人就又说了一句话 说夫人的贵相 是源于你的儿子 你儿子也是贵相 然后再拉着他的女儿来看 这老人说 你的女儿也是贵相 当然这个话呢 可信不可信 可以做两面看 一方面的 吃了人家了 喝了人家了 你总不能说 你长得就是 如何如何 这显然不可情理 那不可情理 你肯定要说一些好听话 这是人之常情 另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说 司马迁在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 听了后来一些福慧的话 吕后来刘邦做了皇帝 他的儿子做了汉慧帝 吕后做皇后 做皇太后 后人在追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有了一些 异美之词 附加的 追加上去的一话 这种更衣也有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件事情上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女儿和继母 两种角色以外 这个小故事中间说明了吕智 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家庭主妇 作为家庭主妇来说 他是客进职守 他亲自下去种田啊 这个故事发生在 在田间种地的时候 反过来说明 吕智嫁到刘邦的家里边 还要带着孩子去种地啊 这反映了吕智 作为家庭主妇 勤劳赤家的一面 居实书记载 刘邦是一个好酒极客 好酒显示出刘邦整天不在家 好素表明刘邦对爱情不专一 俗话说嫁鸡随鸡 嫁骨随口 作为继母的吕智 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独自支撑着这个家 可是坚有古策风雨 刘邦的一次炒战举中 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秘顶之灾 吕智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邦作为四水亭长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 就是要负责把扶劳役的人 押送到目的地 有一次的这个结婚以后啊 刘邦就贪向这个差事了 因为这个四水亭长 他是一个文武兼兼有的一个角色 刘邦就负责押了一批 扶劳役的人前往咸阳 而秦代的劳役啊 既重又累 还非常危险 很多扶劳役的人 一去无归 就克死他乡了 所以很多人一旦征集他们 叫做扶劳役 都争着头 所以刘邦这一次呢 很不顺 尽管他面向很好 但这时候不管用 他押送了一批这个劳工 去服役 走到半道上 今天跑几个 明天跑几个 是越走人越少 刘邦 怎么管也管不住 你一个人 你看不住这么多人啊 他有各种机会可以走 这对于一个庭长来说 如果你押送的这个 扶劳役的人 那三一来你肯定有责任的 最有你的责任的 如果跑光了 那你肯定是死罪 所以刘邦又想 我辛辛苦苦的往那边走 到最后人也是跑光 他走到丰县西边的大泽边 他对还追随着他身边的 剩余的人 说了两句话 公等劫去 无意从此事 说你们都走吧 我也从此走 这个意思说 反正是不行了 你们各奔东西吧 我也是这个差 完不成这个任务 我也在跑了 这个刘邦这个话一说 反倒有十几个人 本来想跑的人 都跑了 他觉得这个庭长 很够意思 反而愿意跟着刘邦 这个 这就是刘邦 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的一面 所以刘邦一看着不行 就跑到哪来 从这个江苏 烧阳河南走一点 就现在河南的永城啊 有一个很有名的山 叫盲荡山 刘邦一看他也回不去了 押送到咸阳是死罪 现在把人放跑回去还是死罪 与其是死罪 干脆在盲荡山 落草为寇 就就落草了 他就 什么也不顾了 当然这个事不算了啊 你身为亭长 押送劳工 你不但看不路人 你还把人都放了 最后你又 你又逃了 这在秦代 是死罪 你不是刘邦逃了吗 跑了和尚 跑不了庙啊 刘邦跑了 刘邦的妻子 被抓起来 吕志就因为这个事 关到监狱去了 所以吕志作为妻子 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史书记载 这个吕志坐牢 还曾经受过虐待 当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体验 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古今中外的这个监牢的生活 总是不是那么很 很愉快的 这个吕志在牢狱中间 遇到一件什么事情来 就有人虐待他 其中有一个人叫任敖 任敖这个人呢 他和刘邦 两个人特别铁 刘邦逃了 他作为一个狱卒 他很照顾刘邦的妻子 吕志 结果他发现有人虐待 这个任敖一怒之下 把虐待吕志的那个人 给痛打了一顿 而且把那个人打伤了 那说明 这个任敖一定是怒不可遏了 他出现这个事情 反过来证明 吕志 的地缺缺在监狱中间 受过虐待 至于吕志 什么时候放出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知道 至少说 他为刘邦 他作为妻子 为刘邦的事情 他入过狱 坐过牢 受过虐待 吃过苦 所以作为妻子来说 他也有重大的付出和牺牲 吕志 代夫入狱这件事情 吕志从来没有再提过 他虽然在为刘邦的这个 盲障落草 被迫进了监狱 而且受了虐待 但是他 等出狱以后 从来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 这件事啊 表现的 吕后的 深沉 吕后还是有一定度量 还是比较深沉的一个人 所以 作为妻子来说 他可以说是 任劳任怨 总之 我们这一集 讲的四个故事 项面成亲 表现了他的温顺 听话 身为继母 又表现了他的善良 贤惠 亲自种田 显示了他的勤劳持家 而他带刘邦入狱 以后又绝口不提的件事 又表现了他的任劳任怨 像这么一个人 应当说是符合我们 传统文化中间的一个贤妻良某的形象 但是我们知道 历史上有关吕志 私生活 有一些传闻 甚至于说的很难听 这些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看下集 一桩一案 由于刘邦在外争霸天下 他曾与吕志游过长达七年的分居生活 因为吕后在历史上留有骂名 所以有人从实际中读出了 吕后与别人有私情的结论 而且就发生在与刘邦分居的这七年中 那么历史上的吕志究竟有没有宏信出抢阵 敬请关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吕后之一桩一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